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去朝鮮 繼而去越南 到朝鮮當然受到最高榮譽的接待 接待由歡迎他開始 有看表演 有吃好東西 被形容奢華的接待 即朝鮮這樣的經濟 亦有很多網上的分析 包括來自一些評論員 有通訊社 通訊社之中也做廣告 請看我們下部Joy Post 我們引用BBC 都很有可讀性 其中有些說到 似乎保京今次 雖然現在都差了往年很多 但都是輸磚降貴 去到一個在經濟實力排名 現時被指是198的國家 就是朝鮮 俗語稱是北韓 去到後 都是希望尋求有些幫助 雖然不是說要靠朝鮮的金錢 物質 但是在國際上 一票都很重要 看回當年 中國重返聯合國 都是埃塞俄比亞做一個動議 然後就能夠進入 今次保京去北韓 亦都說話很謹慎 謹慎得來 其實樣子仍然有多少嚴肅 但是令到金正恩很開心 我想大家都覺得有些奇怪 現在普京去出訪兩個共產主義的國家 尤其是在北韓那裏 他已經距離了二十多年 即是之前 二十四年 之前去訪問過 當然這都是怪事的 二十四年都是你 是吧 爺爺開始到他老爸 到他孫子都是你 是吧 為何會這麼久 大家要分析一下 想一下 為何會這麼久 先去訪問北韓 而且為何現在才去訪問北韓 我們要查一查 當年有個六方會議 五方會議 多少方會議 即是說北韓的核安全 或者南北韓的問題 我想在大家的印象當中 似乎普京是讓回一些關係 是中國和北韓 即是直接聯繫的 當年是中美蘇 日韓朝 是的 即是他都不想太過直接 所謂跨越了中國 和北韓有任何一些聯繫 但蘇聯一直以至去到俄羅斯時期 都好 對朝鮮都是客氣的 是沒有特意去扮他 即是疾他 但他現在是訪問完中國之後 其實時間都不是很久 就去訪問北韓 有些人會視為 是否將北京和北韓的關係 普京想說 我直接一點 我直接對北韓 不用經過中國 去作為一個間接 這是否一個可能性 大家鼓鼓吧 我想這些外交關係很微妙 俄羅斯也不會這麼蠢 出來搞砸自己 應該是在不失平衡之下 大家就改善 因為中國外交部 都被問及這個問題 外交部就說 俄羅斯這樣和朝鮮發展這麼正常的做法 這些是自然的 講得很輕鬆 我想暫在外交風度 不能夠多過這些 而且還再講多幾個 中國對此本是歡迎 另一個就是訪問越南 訪問越南 其實很明顯一件事 很明顯一件事 就是兩個共產主的國家 和一個前共產主國家 因為其實越南和前蘇聯 關係非常密切 包括在越南戰爭 雖然說越南戰爭 即是胡志銘時期特別 不是直接是蘇聯和美國打 但是別人都認為 這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所以蘇聯 即今天的俄羅斯和越南關係 是非常緊密的 亦是因為蘇聯解體俄羅斯成立之後 我想跟他以前的關係 可能沒有那麼密切 疏離了 今次俄朝簽署了一個戰略合作夥伴協議 一般都表示是遇到的 即是不覺得奇怪 我想我跟你都覺得是順理成章 但最重要的是 合作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是有實際 有些人就說 無論如何 朝鮮一定會對俄羅斯有些幫助 包括他可能作為一個中間人 而將一些好的東西 輸送給俄羅斯 大家就說 中間人做到什麼中間人 澳門做很多中間人的角色 但是朝鮮能夠做到什麼中間人 我想現在這兩個國家都是難兄難弟 有沒有國家特別可以跟朝鮮做生意 而沒有跟俄羅斯 於是朝鮮可以做中間人 我覺得沒有什麼 我想現在物資方面 有很多人猜測 沒有什麼明確的證據 北韓最近核彈的技術突飛猛進 但又有失敗 上個月有些太空的發射失敗了 有些人就說 可能他要靠俄羅斯 但我想他尤其是在核武方面 俄羅斯對他的幫助 我相信是有的 所以這方面 俄羅斯現在正是需要 正是需要烏克蘭戰爭的政治方面的幫忙 不過有一件事 社會上估計 就不是那麼開心 就說 可能北韓 會向俄羅斯 輸出一些勞動力 這個勞動力 好聽就說 好像外勞 澳門也有 不好聽 可能做某些下蘭野業苦工 以至 或者軍隊去支援 支援未必去到前線 可能是後勤的事 即是變相的僱傭兵 僱傭兵 是的 現在華格勒集團 都汪汪神 是否找一個更加強勁 訓練有數的僱傭兵 在北韓方面提供給他 大家就看了 但這個我相信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作 是 如果北韓真的向俄羅斯輸出 不論是外勞也好 後勤也好 甚至乎僱傭兵 這個都對那個局勢 是非常之壞的影響 但是朝鮮 可以說是在俄羅斯以外的一塊地 能夠有這樣的地方去支援俄羅斯 我想保京是喜歡的 而朝鮮 已經抱著一起死都可以 即是他不怕西方再有什麼制裁 即是你有制裁已經一早就做了 是吧 所以他就不怕輸出他的勞動力 無論是做真正的工業農業 或者是軍事 我想這個訊號 如果我們看到一個負面情緒的說法 就是 似乎蘇聯現在都是繼續想 將這個戰爭繼續 找一些新的能源 這個能源就是人力的資源 或者其他東西 但是我自己認為 我也希望 當然 這一場戰爭 即俄烏戰爭 大家都打了兩三年 是否大家有點累 大家都認為拖內對大家沒有好處 希望在這個所謂的造勢 其實是點火到最後突然之間 然後他就收火 我希望這樣 另外一件事就是經濟 在經濟上 不一定你直接給我金錢 我直接給你金錢 可以有些是互通有無 包括我和輝哥你互相 可能家裏 我即食麵又多了 或者你的飲用水又多了 反正吃不完 再不吃就過期了 你拿幾包麵去 反過來我又說 你拿些水去 大家都有好處 這個西方看是會有可能的 譬如說 朝鮮某些東西給了俄司 俄司或者給些燃料給朝鮮 有些事情可以做 我想大家不要忽略地緣關係 其實俄羅斯和北韓 地緣關係是很密切的 而且它也是現在北韓 受美國的制裁 而且最近也看到 美國對南韓的支持 就越來越大 尤其是說 裝一隻航母在附近 如果不行 就會直接攻擊北韓 諸如此類 又說在日本撤走九千個兵 將它放在其他防衛 所以北韓也是要做一些回應 所以我想 我們在實質上 我們看不到這兩個國家 有什麼特別的互補 因為你老實說 北韓都沒有什麼 連糧食也不夠 能源也不夠 它有的 剛才我們說的就是人力資源 這也是一個資源 但現在還有一件可以說 爛仔協議 就是大家簽了一個 戰略合作協議 很明顯地說了 哪一個被打 另外一方是幫忙的 其實這跟美國一樣 這等於抱著一起死 如果美國說 你看到南韓這樣 認為形勢現在可以趁機去打朝鮮 俄羅斯就會出軍 哪怕俄羅斯出軍 又是爛仔 你打俄羅斯打不到什麼 那些這麼冷的地方 沒有什麼特別的建設 但是俄羅斯去打美國的地方 就算不是本土的 遠一點的夏威夷 那你也不麻煩的 你也沒有面子 是吧 我想現在這個 都是一個對等 就是大家對等的一個行為 因為美國和菲律賓 這些簽了很多 這個叫做大家有護防 就是剛才你說 你打某軍等於打我 我們會出兵 或者會有行動 似乎現在俄羅斯和北韓 做同樣的制衡 因為其實這個很重要 這個戰略 戰略在哪裏呢 在北亞那裏 就是南韓和日本 但是西方又看了 認為中國在這方面 會起碼有利 也就是這次他可能是贏家 由於台海最近出現一些狀況 是有些問題 美國又說這樣那樣 美國只有一個講字 如果中俄朝是合力的話 你搞得頭來就腳反跟 就是對美國是起到一個牽引的 如果快刀斬亂馬 台海有什麼併併併併的時候 美國是做不及這麼多事情的 我想這個 我反而最近看了一些報道 我認為是比較樂觀的 所謂樂觀是短暫的 當然 我不知道 你最近來說就是 有馮德萊恩和我們習總書記 裡面說了一番 我又不會中美國的計 不會怎樣怎樣怎樣 我想這個 雖然大家去怎麼理解這番說話 但以我自己去計算 也是可能對於台灣方面 所謂武力解決這個問題 又可能會舒緩一點 沒有那麼緊張 但賴清德是蠢仔的 他趁機說了很多話 說得來就失了自己的格 因為被美國嘲笑 這傢伙拆我們鞋子 我有時覺得 你被別人看死也不要被美國看死 對不對 其實美國 美國看不起你 對於他所謂幫助的地方 他有時都會做一些欺人的行為 譬如當年 美國的軍事顧問去到重慶 對於蔣介石 他們也不是太給面子 因為他們當年 其實可能蔣介石有些行為 或者有些主張 就不利於美國人 所以就算在幫你去打仗 軍事幫助的時候 其實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你打到真的打到火紅火綠的時候 他就會露出他自己 美國希望的事 因為美國的說法 覺得你這傢伙很煩 剛上場 你搞不搞 說了這麼多的事情 也看到今次 俄斯和朝鮮的關係 走近一點 如果和越南又再改善一點 將來引擎這麼多事情 在朝鮮半島又發生事 我以前說過 任何戰爭 不是一去 去到全面戰爭 如果南北韓那裏有少許動作 以前朝鮮都試過發導彈 飛越日本的上空 然後江澤民時期 也試過發導彈 原來沒有再彈頭 就去了台灣 這些擦槍走火 隨時會出現 現在看上去 可能分分鐘 有些好戲在後頭 賴清德當然新官上場三把火 但是 沒有實力 但是 因為事實民進黨 不要說這一屆 在上一屆的選舉 其實已經很弱 在上一屆的 蔡英文第二任期的時候 當然他可能現在 因為立法院 其實很失利 所以他一定要做一些言論 或者一些姿態出來 希望最低限度 讓他的勇敦知道 他現在的立場是怎樣 你說跟其他黨比 比如說民眾 或者國民 有些難說的 但跟自己比 蔡英文 年任的時候聲望 是否比較出色 賴清德當選之後 520 上一場 他的民望跌了200萬人的數目 你又怎樣看呢 自己黨內 其實賴清德在上一屆 即是上兩屆 現在說 跟蔡英文 其實他在民進黨裏 都爭過做總統候選人 兩個都爭 爭到才可以去參選 在當時賴清德所說的言論 已經非常惹火 在民進黨內部 所以他引起民進黨內部 有些人 即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對他都不太歡迎 我現在就說 黨內他都是跌了 你說跟其他黨 你當然要封他 國民黨也封他 或者軍部 有些都是國民黨的勇敢 又封他 但是他在自己那裏 都衰了 所以也看到 他要做出一些 他的政策 或者思維 和蔡英文是不同的 他希望 有自己個人的特質和性格 正正是這樣 有些擁護蔡英文 或者比較保守的民進黨的人 對於他有些戒心 他會說得太多 總結 這次寶京去訪問朝鮮 你同不同於西方有些分析認為 看來中國都是贏家 在這個形勢之下 中國現在變成凌駕很多的力量 我想我們說聯合國 都是說票數一樣 現在我想 中國在聯合國所得到的票數 不是數你多少身家 所以我想 如果其他所謂民主的國家 還要尊重民主制度的說話 整個中國是聯合國 現在的體制是非常有利的 好 謝謝輝哥